嗨 我是凱文 我是小瑤 歡迎收看TagRu週五科技每週報 耶 七七五了 是的 這次我們科技每週報要報給大家哪些有趣的消息呢? 是的 這個禮拜我們TagRu真是非常的忙碌 趕了三個場 去了非常多的活動現場 首先我們去了由山西的知名站長老冒手舉辦的 2013年台灣鍵盤啪 聽起來應該蠻酷的 是的 這個活動當中有非常多的 展出了非常多的各式各樣的鍵盤 以及很多各種功能的鍵盤喔 這就是老貓本人喔 對 謝謝老貓 Thank you 好的 接下來我們去了第二場 是的 第二場我們來到這個點亮生命 用心關懷閃鬧國際手機微笑庇護工廠 這個成果發表記者會啊 是的 參加完會變得非常有愛心喔 是的 所以大家去休息的時候 要去多多感謝這個身杖的朋友喔 是的 Thank you 謝謝 然後緊接著第三場我們又去了 到了這個AMD還有華碩電腦聯合打造的 Super iCOVID的遊戲網咖的正式開幕記者會喔 哇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個網咖裡面使用的電腦 都是AMD還有華碩頂級的配備啦 Super頂級的 是的 好啦 接下來呢 這個自從呢 Sony的PS4呢 在全美的開放的之後 開賣之後呢 造成了搶購的蜂巢啊 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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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呢 終於輪到我們台灣囉 耶 凱文你還在這邊幹什麼呢 是的 就是我聽說呢 這個拿到第一號的這個PS4呢 是前七天他就去排隊了 哇 這麼crazy喔 是的 好啦 這次呢這個台灣索尼娛樂呢 在18號在台北還有台中高雄三個地方 同步的開賣了PS4喔 是的 好啦 這次我們看到會場 還有這個巨型的這個模型 PS4的模型 可以去拍照 還滿有趣的 哇 好想要啊 那你還在這邊嗎 趕快去吧 來不及了 台灣呢是18號 那香港韓國是17號就賣了 那19號呢會在新加坡 20號到馬來西亞 之後呢明年也會在東南亞的這個國家呢 會推出 那這個PS4呢 台灣的售價是12,980元 可以去參考一下囉 是的 是的 因為前陣子這個凱文 他其實有開箱了這個S2推出的 Liquid S1借名機 對 我有去開箱過 是的 那下一代這個Liquid S2呢 它下個禮拜一呢就要發表了 哇 好啦 我們看到了 這個 原來是機皇吧 對 機皇呢 它可以拍是4K的這個影片喔 而且呢跟你說 它是搭配了這個6吋的1080P IPS的這個螢幕 而且搭載的是這個高隆納容 對 800 2.2GHz的處理器 還有兩具的記憶體耶 哇 好啦 當然我們Take a look 下個禮拜一呢 也會去這個發表會的現場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鎖定我們喔 是的 好啦 今天呢 今年的6月份 Apple有公佈了Mac Paul的這個規格 但是都還沒有開放這個開賣了 但是呢 這個終於12月19號的時候 在美國已經開放預購囉 YES 好啦 我們看到呢 大家不用再等待啦 這個非常造型 非常突出的這個Mac Paul 就像一個滾筒 滾筒嗎 它是蠻前衛的啦 OK OK 這個全新的Mac Paul呢 採用了全呂的外殼 而且它的體積呢 是大幅的減少了 跟上一代比起來呢 只有上一代的八分之一而已啦 那裡面的配備呢 也是蠻頂級的囉 可以使用著呢 例如呢可以順暢的使用這個編輯4K影片喔 那麼呢 話說呢 其實已經快到了這個年底 是不是什麼獎項都要來了呢 就是排行榜啊 什麼2013年BEST BEST 沒錯 那麼上個禮拜其實我們已經有 就是介紹過這個Google Play的 最佳遊戲推薦的排行榜了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要來講這個Apple App Store的 最佳Free Apps 到底有哪些呢 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 冠軍是什麼 喔 看到了 就是Candy Crush 飛刀莫屬囉 對 就是我媽媽也在玩 OK 就是全民運動這樣子了嗎 好啦 我們看到總共的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Candy Crush 去年的冠軍Youtube今年是第二名 第三名是知名的遊戲Temple Run 2 是的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下載玩喔 然後緊接著又是另外一個排行榜 是的 2013年全球網友Google搜尋最Hot 最多的這個3C產品是什麼呢 我覺得那應該是Xbox One 或者是PS4 可能吧 好 讓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都是非常Hot 今年的這個非常流行的3C產品喔 是的 那第一名是什麼囉 我們就來公布吧 看看 看下去 沒有第一名 猜錯猜錯 錯錯錯錯錯錯 當然是 iPhone 5s莫屬的 好啦 那這個iPhone 5s的風潮 可能會延燒到明年了吧 我覺得 明年吧 我也這麼覺得囉 對 等一下什麼時候換你拿到了 OK 這個嗎 不要再混我了 越講越生氣啊 好的 現在我們應該就是要 再給大家比較期待的這個 Funny Video 是的 成功的Funny Video 是的 這個次真的是蠻好笑的啦 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如果你說不好笑的話 我現在就立馬退出這個主持戒 掰掰 幹嘛這樣 好了 我們看囉 看什麼 好了 開始吧 他在玩遊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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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Slow Motion給你看了 他應該是面料技的吧 我想他應該是失去了理智 他是天生的膽小鬼 他在玩遊戲啊 Oh my god 這個人 應該是空走道 會會會 他應該是電空走道的 是 我這麼覺得 拿到黑袋即的 大家以後小心就是 怕你打破螢幕就要換一個 這樣子很破費耶 所以呢 不要亂下朋友 OK 好啦 這是這個禮拜的科技美洲報啦 是的 如果對我們影片有任何想法 記得要在我們影片下方給我們留言知道囉 還有多多分享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的其中我們的影片內容的連結 都有放在我們的影片的下方 大家可以去點囉 沒錯 還有不要忘了要訂閱我們的Channel 是的 影片下方記得到我們的Facebook Google Plus 還有Techbook的網站 我是凱文 我是小瑤 下個禮拜見囉 Bye Bye